各位观众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 鹰哥陶瓷发展的一个过程 鹰哥陶瓷的发展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在清朝加进九年的时候 福建这个迟早的陶瓷到鹰哥来开窑 我们鹰哥陶瓷的一个开始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是到日据时期的时候 日本人到了以后就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变化 第三个阶段就是到战后光复以后了 那整个社会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鹰哥陶瓷的一个发展的状况也就产生一次大改变 第四个阶段是1971年 鹰哥又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鹰哥变成了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 大家如果能够对鹰哥陶瓷有了解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对台湾陶瓷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鹰哥陶瓷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清代加进九年开始 这个时候主要的就是大陆福建全州池兆这个地方 无家的陶瓷到了现在的桃园县的龟山县叫做兔子坑的地方 他们到这个地方看到他们有的黏土可以使用 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开创他们的陶瓷事业 这也就变成了我们鹰哥陶瓷一个开始的发展 那么这个最早到这边来的那个陶瓷叫做吴安 他是跟着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亲戚 或者说同乡的人到这边来就开始从事陶瓷事业 当时我们社会上有那个所谓的张权戒斗 因为这个辞赵陶瓷他们总是人少嘛 就是寡不敌众 所以就迁到了那个大湖来 结果呢在那边第二次发生一个张权戒斗 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迁到了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就是鹰哥尖三浦这个地方 就开始他们的陶瓷事业 而且呢就开始这边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尖三浦从此以后呢 就变成我们鹰哥陶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地 吴家这个陶瓷呢 看到这个陶瓷事业是 因为这个当时没有人做陶瓷嘛 就是他们在做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业呢 是有很大的利润可以图的 所以他们就采集非常保守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这个陶瓷技术绝对不让外面人来看 在家里也是一样 那个女儿不可以进住那个工坊里边去 就是技术呢可以传给媳妇 不可以传给女儿 因为呢女儿将来是要出嫁的 出嫁以后他就会把技术呢会外流这样子 吴家人到鹰哥之后他们呢就是用在他们原乡的一个技术就带过来了 那这个技术主要是包挂的是蛇窑 就一条很长很长的那个蛇窑这样 砍料呢是用木材来当砍料的 那他们用的是那个陆乳搭配的方法去做一些产品这样子 那泥土就用当地的挖到的那个红色的黏土来做 就是我们在红桃来做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变成一种 应该是一种红桃发展的阶段 那么他用陆乳成形法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陶旺 那个像酒旺 那个陶波 陶罐 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以前那装猪油旺 盐旺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还有还有一个当时还蛮有趣的就是 当时天气比较冷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那个手炉 就是里面那种小火坡这样可以提着到处走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都把它称为传统陶瓷 英哥的早期的传统陶瓷呢 就是指着这种的水缸 陶旺这些的出陶器 是变成了我们英哥最早的产品 英哥陶瓷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日治时期了 这个时候英哥生态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一个就是说 日本人来以后他们有自己一种统治的政策 那这个统治政策里边呢 因为他对经济方面呢 他是在以控制的 所以当时呢就有所谓的 尖三陶器组合的成立 这个时候最终的一个企业家 就是叫做陈斐然这个人 那么陈斐然呢 他的事业很多 在英哥的事业很多 那么他呢就是当时成了一个英哥陶器组合的组合掌 那么这个组合掌里面他们就基本上规定就是那个价格 是由组合来统一定价的 那么这个 他们做好的东西呢 都要交给组合去销售 所以这样子的话组合就控制了整个英哥的陶器的产销 陈斐然除了筹组英哥那个陶器组合之外呢 他还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陶瓷场 叫做益城记 那这个当时在英哥呢 是规模是最大的一家陶器 那么到了陈斐然的时候呢 他组织这个益城记 他就有一些股份 就是找一些人一起合作 那么陈斐然基本上他不是一个陶狮 所以他要做这个陶瓷场的时候 他必须要请到陶狮来帮他生产 那么在生产的时候 一成绩他就得不到吴家的支持 因此他必须另外想办法 好在这个时候呢 台湾在别的地方已经有另外一批的陶狮进来了 这个陶狮就是福建的福州陶狮 自治区时期开始英哥引进了福州陶狮这一派的技术进来 那么这个福州陶狮里面最重要的一位陶狮叫李二妹的 他是很标准的福州陶狮 福州陶狮跟群州陶狮有什么不一样呢 福州陶狮他们姓李的 他们呢不用那个拉胚机来做 他们用的是什么 他们是用土手成型用土条用土条这样盘起来盘起来 然后做成一个器型这样 但是呢土条盘组法的话呢就可以做得很大 它可以慢慢盘慢慢盘盘得非常大 所以这个福州陶狮来的之后呢 就会变成了英哥陶狮的一个生态的变化上 就是大型化变成一个 比如说大水缸这时候就出现了缸 所以他们当时也很得意 因为我们台湾一直有以大为尊的这种习惯 然后一成季他们成家他们认为说哎呀 我们终于超过你全州师傅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时代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日本人这是日本统治台湾 所以会把日本的习惯那个带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会把日本人常用的东西 譬如说他们那个火锅 那火锅就是冬天烤火的那种火锅 这就引进来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人呢 他们喜欢种花 在像公共场所啦 公共机关啦 学校他们要种花 所以这个时候就生产了很多的花锅 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人到台湾以后 他就开始改善台湾人的卫生习惯 所以这个时候呢英格呢也开始了 那个开始生产那个卫生陶瓷 当时叫做敦氏便宜 随着日本的习惯来了以后 就会生产一个日本式的黑瓦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宿舍 或者是日本日式建筑里面有很多那个黑瓦 那在这技术上面就是一种革新 然后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发展是 那个琉璃瓦 市面用的琉璃瓦 在英格也开始出现了 那么到日本来以后呢 日本人就引进了介绍那个日式的灯窑 所以这本灯窑呢也就变成了一个 在英格日记时期的一个新的发展 而且呢在英格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像易成记的窑卤呢 他很聪明 他们就把那个传统的蛇窑跟灯窑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种叫做改良式的窑 那这种改良式的窑就是前面是灯窑 是一间一间灯窑 但是最后一段大概有十几 十来尺 十来公彩十来尺 他们最后一间就很长 那变成一种蛇窑的形式 此外呢就是日本人开始也开始有一些简单的机械 像练土机这个时候也都引进来了 在当时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 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那个时期 因为我们过去台湾的碗盘是从日本跟大陆进口 可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我们因为遭受到蒙进的轰炸 而且被封锁 所以对外交通已经断绝 这个时候碗盘呢就没有办法进来 而且战争时期碗盘的耗损更大 所以这个时候台湾碗盘就缺货 这个时候的英哥呢 就这些传统窑场就开始去使用 原来他们做那个水缸的那种泥土呢 就去用索拉配的方法 去做很多的那个碗开始出现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英哥最早出现碗盘 就是从太平洋战争时间开始的 那么这个是建立了战后英哥碗盘发展的一个基础 英哥陶瓷我们看来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呢 其实就是在战后 就是光复以后 大概1945年开始 战后最重要的一个影响 英哥陶瓷发展的因素是北投 自去实体他们就开始生产碗盘 还有一个瓷砖和耐火砖 那么这里这几个东西在战后呢 都因为北投人到英哥来以后呢 就把这技术带到英哥 变成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新的转变的因素 那么这里边呢 在第一个转变的因素就是 比如说从北投过来的一位叫做成全新的这位陶瓷 他是跟日本人学陶瓷 他的义父养父是在北投大屯烧的赫本庄三郎 所以他的陶瓷技术是来自日本人 其实跟他比他更早一点到的呢 也是赫本庄三郎的徒弟叫做许海水的 他是先到英哥王泉记啊 到玉成记这边来 帮这边去开发了一些碗盘的东西 那么这碗盘呢 就是从北投的这个技术一进来 得到英哥变成了一个英哥的新的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新的东西出现 比如说金属产品出现 铝制品出现 铝制品就会把过去的陶锅那东西就取代掉了 所以这陶锅就没有市场 还有呢 电冰箱出现了 电冰箱出现以后 我们食物就不要靠陶瓷去保存去腌制了 所以陶瓷也没人要了 那个自来水出现了 自来水出现以后呢 你就不需要水缸了 所以我们过去英哥传统陶瓷里面 很大批 很大宗的一个陶瓮陶钢 到这个时候都无用无之地 传统陶瓷就没落了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必须要另外去找新的 去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里面呢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第一个就是继续 太平洋战士时期的一个碗盘 继续发展 碗盘跟传统陶瓷不一样 它整个技术都是新的一个技术 比如说过去我们的陶瓮是用到红陶土 可是碗盘就必须要白陶 因为我们陶瓷器是以白为尊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利用到北陶土进来 所以英哥也就是从红陶时期变到白陶时期 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瓷器 就算白陶而已 所以变成产业上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做那个电器陶瓷 电器陶瓷上的插座 电锅的插头 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在战后的时候出现 那么这两大块呢 这产生一个技术上的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这些东西都不用手拉胚 到了战后以后 他们已经用了那种悬压机来做了 是一种已经季节化了 第二个电器陶瓷它也要模具来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技术上就有很大的改革 另外呢 过去呢 窑炉也不能用了 所以现在用的窑炉是什么 是那种烧煤炭的四角窑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英哥大生态的改变 就是那烟囱很多 一百多只的烟囱 这个时候民国四十几年 就1950年代呢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花瓶的开始 那时候从北头过来一个叫做徐湛山的这个人 他们就在王权季的旁边就开始做那个花瓶 那么这种花瓶呢 也是一个新的产品 那么这个新的产品呢 就造成了后来英哥的防古陶瓷的一个发展 不过这个时候引进来的那个花瓶 主要还是比较粗糙的 就是还是白陶式的 所以那种陶瓷那种花瓶 主要是放在神桌上 上面也彩绘 所以这个时候呢 都开始新的艺术陶瓷出现 也开始有人做茶具 茶杯也开始了 所以在战后呢 英哥的陶瓷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英哥的陶瓷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呢 是以1971年为一个断代 这个时候呢 英哥的陶瓷或整个台湾陶瓷呢 生态又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其中一个就是北头土尽材 因为北头土在柜子坑那个地方 我们所用的胚土都是从那边来的 可是因为呢 长期没有注意到环境的保护 造成很多那个土失流的问题 所以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 去净采北头土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生美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战后英哥使用的是燃煤的四角窑 那么每一次烧窑的时候 那个生美都冒出大量的浓烟 使着整个英哥 包括北头战内都是一样 那个空气的品质非常非常的糟糕 对于国民健康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被禁止烧生煤了 那么我们知道染料跟黑土原料呢 断绝之后对于陶瓷来说 是一个致命伤 没有原料 没有染料 陶瓷根本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做一个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民间跟政府呢一起 政府当然做这些措施的时候 也有一些辅导的措施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从日本 从亚洲 韩国各地 进口的池土进来了 这是第一个 不能生美怎么办呢 不能烧美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说 我们台湾其实很早就有那个天然瓦斯 这样苗栗就有天然瓦斯 所以他们就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天然瓦斯来用 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也是正在配置天然瓦斯的管线 那么意思到民国60年终于实现 英哥的天然瓦斯管线铺设完成 所以铺设完成的时候呢 政府又给一些鼓励措施 就说你们把那传统的窑乳不要用 那么我给你贷款去买新的瓦斯窑来用 所以这样子很快在两三点之内 英哥的传统的四角窑大概就消失了 其而代之的就是瓦斯窑 那瓦斯窑我们知道非常非常的干净 没有什么烟的问题 所以英哥的业者就还给了居民一个干净的天空 随着天然瓦斯的使用跟瓷土的进口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不太可能再去生产那种比较低级的产品 产品又面临着一个转型期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在同民国五十年开始就以这个新的对英哥挽窑的很大的威胁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大同瓷器出现了 大同瓷器最早是在成立在满水诸位 后来是迁到新竹去 以大同瓷器为领导的大型的挽盘的工厂 就是我们叫日用瓷的工厂 他们使用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那种自动化的机械 还有从日本进口那种瓷土 所以那个做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英哥的那种 我们刚才讲那个白桃的碗 很快的就没人要了 所以他们这些因素加下来之后 他们面临到另外一次的转型期 那么这转型期就是说 基本上他们是走上两条路 一个就是说生产一个跟碗盘的技术很接近的产品 那就是瓷砖 所以这时候很多的比较有规模的陶瓷厂 他们就去转型做瓷砖 那么瓷砖就从那小的马赛克开始做起 然后那个三寸六面砖 还有就是小口砖一路做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英哥就进入到建筑陶瓷的一个新盛期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碗盘不做了 那做瓷器 因为瓷土必做瓷器 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样 就走向了一个艺术陶瓷 这个时候就是做那个彩绘画品 那么在带领英哥走向艺术陶瓷 使用天然瓦斯的这方面呢 一个英哥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 许志然 就是现在那个士拿公司的许志然 他这个人他是很有见解 很有企图心的 他一心要把英哥带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去 所以他当时他当了台湾区陶瓷工会的理事长 所以在他的极力争取之下 就是瓷土 进口瓷土也是他的努力方向之一 然后他自己也亲自示范做了瓦斯窑 而且他也知道说用天然瓦斯的时候呢 你要瓦斯窑 瓦斯窑就必须要用新的材料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就设立了一个新的陶瓷厂 是做什么呢 是做耐火砖的 这耐火砖就是专门攻击英哥 瓦斯窑所需要的耐火砖 第二个呢 他成立了一个士拿艺术陶瓷公司 要去把英哥产品高级化 就是要做瓷器级的花瓶 用彩绘的 而且他们是以中国传统官僚 这么精致陶瓷 作为它发展的方向 所以士拿陶瓷出现之后 它里面的员工后来就一直纷纷的出来 那大家都是走向那个防古陶瓷 这一方面去发展 英哥发展艺术陶瓷里面呢 还有一块就是工作室陶瓷 工作室陶瓷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规模都很小 基本上是有陶瓷家一个人去做 他要自己去成型 他要去上右 他只要去装饰 然后他自己去烧成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很多艺术学校出来 那种背景的人 就怎么样 他只要在家里找到一个地方 他就可以开始做最后的创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很多的人在英哥就开始从事创作 他们这些产品里面呢 除了所谓陶瓷作品 譬如说陶雕陶瓦 这样的作品之外呢 他们很喜欢做一个像茶具 像花器这样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另外就是他们也会在 右耀上做变化 其实我们今天在英哥的街上 看到很多像洁净柚啦 红柚啦 绿柚啦 这样子的 那种产品非常多 这样的东西呢 大概都是一种工作室的 那个艺术陶瓷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那个瓷砖的发展 1970年代瓷砖呢 大概从小的开始做 像马赛克 小马赛克 像小面砖 二丁卦 类似这样的小东西开始做 到了1980年代呢 其实就开始大型化 新的技术是来自欧洲了 在过去的技术是来自日本 但是现在是来自欧洲 尤其是意大利 德国 他们使用的那种 都是全自动化的机器 比如说他们用的那个窑炉 那种是不只是自动隧道 这个是用的滚轴窑 他们生产速度非常的快 那瓷砖大概从进去烧出来 大概40分钟 甚至更短的时间都可以烧出来 所以这个产量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他们投下的资本都很高 最进步的还进步到 比如说那个什么 那个喷墨式的那个装饰技法 就是完全用来像我们 像印刷式的去做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了一种 他们工厂的规模越做越大 他们滚轴窑 大概就有说像100公尺这么长 所以他们整个厂房越做越大 所以也是这变成 资本密集跟技术密集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状况 1970年代到1980年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当时的一个陶瓷的外销 但是这个黄金时期 到了1980年代是一个高峰 这个时候 在北投有一家很大的一个陶瓷厂 叫中华陶瓷厂 它这个时候歇业了 所以阴哥这个时候的防骨陶瓷已经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就也没有北投的样本可以看 所以他们都走自己的路了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阴哥陶瓷发展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可是也在这个同时 两岸开放探亲 接着下来的就是两岸的交流开始 本来都在跟台湾订货的这些外销陶瓷 这个时候因为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就把单子就转到大陆去了 内销方面又遇到了大陆的产品的一个倾销 做的成本是比台湾应该的东西低了很多 所以很多陶瓷厂也就纷纷地关闭 然后他们就把工厂就出租或者是做什么 像我们今天来看阴哥的陶瓷老街 千山普路就变成了一个商业化了 就变成从过去在生产的是一个生产的单位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销售的单位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 阴哥从产业转型成了一个商业的形态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也在改造我们阴哥 开了很多的嘉年华 总是希望它吸引来台湾的或者本地的游客 到阴哥来买我们阴哥的产品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 阴哥陶瓷博物馆也在这个时候成立了 它陶瓷博物馆成立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在阴哥协助阴哥的业者 去做一些文化的保持还有产品的开发 去吸引这些游客到阴哥来 所以阴哥这个时候就变成新的一个发展 那么在整个大环境来说 阴哥自己的居民还有我们的政府也在这边 对整个阴哥的环境的那个大改造 比如说陶瓦馆里面后面的陶瓶公园 还有整个那个和平的艺术广场 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改造 是把阴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 可以游玩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说阴哥呢 能够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新的观光景点 来继续发扬我们阴哥的陶瓷文化 感谢观看